所以去年我的朋友就勸我 不要只說你買一座樓吧 你買一座樓就這樣 你就是置了業 你一個人置業就安居 安居就落業 一個人安居落業 他就不會整天問 接著去哪裡 所以我去年買一座樓 是一個很不愉快的經驗 因為我很記得我買樓交首期那天 我所有親戚朋友都哭苦哭忽 因為他們知道從那天開始我要供樓 亦意味著從那天開始 無論他們遭遇到什麼問題 我都不會幫他們 在那天我父母也跟我澄清 他們只是我的衣食父母 即是說衣食住行 以後衣食還可以談談 住行 特別是供樓那方面 我就免問 在那天我覺得沒有了親情 唯一就是除了我大舅父 都走過來跟我談 他說阿子華 由今天起 你就努力做人 努力賺錢 不要餓死老婆 溫臭屋 因為餓死老婆是小 溫臭間屋是大